自己的那個意志力 自己的意志力是非常重要的 真的 你看我五月六月的時候 那個真的是用不成人形來形容 那個身體是瘦到乾扁的 然後眼窩子是凹的 那個真的是沒辦法見人 我現在能夠開直播跟大家聊天 我真的覺得那個建民哥跟你們都值得鼓鼓掌清賀一下 因為那個中秋節到了 建民哥可能還是會開直播 但是因為那個整個身體的狀況恢復的還不錯 整個健康狀態能夠跟大家見了 能夠跟大家相見了 我好非常多了 真的 我說真的如果那個我整個精神狀態 如果是在五六月的時候 我坦白說我沒有勇氣開直播 我沒有 我連勇氣都沒有 不要說體力了 你們每一個留言對建民哥來說 都是很大的鼓勵 真的 我能夠恢復到這個樣子 我覺得有一個很棒的地方 就是其實還是要靠自己 真的 自己的毅力 當然那個喬安姐是非常非常努力的 但是自己的意志力 自己的意志力是非常重要的 真的 你看我五月六月的時候 那個真的是用不成人形來形容 那個身體是瘦到乾扁的 然後眼窩子是凹的 那個真的是沒辦法見了 我現在能夠開直播跟大家聊天 我真的覺得那個建民哥跟你們 都值得鼓鼓掌清賀一下 然後建民哥要跟大家說 不好意思啦 就是沒有跟大家講 然後讓你們看到新聞以後才那個 但是因為也沒有 因為也沒有 我跟姐妹姐也沒有討論太細節的那個 因為整個就是 我們都是在面對治療的那個 每一個時期都在因應不同的這個 這個撞擊 就是化療跟電療給的那個 不管是心理層面的 或者是身體的撞擊 那個每一個階段都在 平良心說都在打仗 真的 那個真的是在跟那個 真真實實要體會到的人喔 就是說健康這兩個字喔 你真的要真的要 因為這個坦白說這個 建民哥這個病算嚴重 請接受建民哥那個 非常非常誠懇的謝謝大家 謝謝你們給建民哥加油 感謝你們上線看建民哥 大家晚安 謝謝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